大家好 我是Ethan 今天第一次來參加Lighting Talk 我來介紹一下是因為我們目前公僚的部分 一直有那個空間的使用的那個 就我們希望說大家能夠踴躍的那個什麼 支持那個空間的那個使用費嘛 就後面的募款箱的部分 那那個時候呢我們有提到說 那或許我們如果把空間的那個什麼資金水位 做成一個像RPG的那個協調的話會有些幫助 那像上個月去參加那個黑客松的時候 想到就把這個東西做了個試試看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一場上也是蠻意外的 因為就是四個人在會場碰人面就組起來 然後就莫名其妙就挑了這個獎題就做了 然後我們對名叫我們不想寫code 那個時候我們雖然抓了幾個topic 但是最後決定選用我們mozilla這邊的 為那個什麼 就covoting space的那個問題來做目標 那也順便跟他們promote一下那個模式公寮 那這個部分事實上在當時跟大家分 跟那個黑客松那邊分享的時候 是得到蠻好的回應 因為黑客松他們在做的事情事實上也是 找資金辦活動 然後在這活動裡面創造出新的價值 但是另外一方面來說 每一次的那個什麼空間的租用費用 人力的維護費用 跟他們提供的免費食物 事實上對主辦單位來說也是一個壓力 基本上不管是怎麼樣的空間 我們都還是需要資金去維護它 一般來說即使是像這樣子的共用社群空間 可能還是會需要有一個人負責來做維護 所以說就會有一個人他不要得想辦法 去各式各樣的方向 把款項給找回來 那可能是跟企業募款 可能是找個人贊助 那又或者說是 我們這邊的捐款箱 我們希望說使用者付費嘛 有一個那個服務有價的概念 當然問題在於大多數情況之下 在我們使用空間的時候 是好像很少會注意到那個捐款箱 就是我們即使我們要捐款的時候 我們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我們知道服務有價 但是我該捐多少 有的時候我就覺得說這個對於那個什麼 使用者來說也是一個麻煩 一方面不希望被強迫 但是又沒有一個標準可以去follow 所以說我們就試著做了一個這樣的project 做得這樣就很簡單 把那個什麼 那個以前玩RPG的HP bar拿起來用 我們以前在有玩過RPG的就知道說 打王的時候總是有個tank在前面彈嘛 那問題在於 我們當tank快倒的時候 我們要幫他補血 我們怎麼知道什麼時候該幫他補 所以說大部分的那個遊戲的那個什麼 戰鬥UI上面會有一個那個什麼 他都會特別給你一個地方 把那個tank的協調 鎖定在那個畫面上面 讓你知道說什麼時候該支援他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做了這樣的系統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空間 然後 對有一個 HP彈量 所以就這一點來說這樣我們就很清晰的可以看到說 目前這邊我們還剩下多少天的資源量 那是不是需要資源了 另外一方面來說對我們來說我也知道說 我捐下去的這個款項我到底幫到多少 我這次的捐款是讓他撐了一天呢 還是說撐了那個一個禮拜 那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太複雜的東西 唯一的那個比較亮點是我們做了這個實體的協調的 那基本上那個時候有做live demo 就是隨著那個什麼血量要減少的時候 那個血整個協調的那個也跟著那個下降 那再進一步的話 我們可以做那個 儀罐 當場補血 那目標的話是一方面是讓空間的收支透明化 那我們就比較不需要有一個人一直壓在那邊去做那個什麼 那個資金管理 那同時也提高擁有感 會有更好的體驗 那同時我們也希望這個東西變成是可以複製的服務 可以讓其他的那個社群空間 他們想要複製的時候 他們直接上來申請一下就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實際上正在把這個東西可以做成service 那之後的話 做這個同時也是為了另外一個目標 那我之前有在做友善工作 實際上就是希望大家跟 就不要透過大中小盤 直接去跟農民買 因為 為什麼那個什麼不要走大中小盤 有一個很大的理由是 第一大中小盤容易做剝削 很多情況下你在原產地買到的價格 跟在那個什麼經過那個大中小盤到了便利商店 或者說是市場的價格是可能差了10倍20倍 另外一方面來說大中小盤他一定要做標準化 所以說你東西進來 他就算你做得很好 那經過那個什麼大盤商一搞 通通都混在一起了 所以說你的強項是沒有把它被呈現出來的 所以有一批人就在做團購的事情 就是我的訂單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我們去跟那個農場直接去買好的東西回來 那問題在於他們這方面上是很辛苦 他們就拿Google表單來做 所以什麼時候湊滿了 或者說是那個什麼資金什麼控管是很複雜的 所以另外一方面寫條的部分也可以在這邊幫助到他們 就是從倒著扣變成正著上去就是 那我們把這個東西目前是做成公開的那個Github的Service 那包含那個什麼電路圖我們之後也會慢慢補 那另外一方面我們現在在努力把它變成是線上的服務 因為畢竟如果說是可以做到捐款的話 那我們上行也可以做對外面提供服務 就是可能是公益組織的話 那我們可以是免手續費 但是如果說是一般公司行好要使用 實際上這邊是可以有獲利模式的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徵求說 有誰有興趣可以一起來加入我們 我們預定是會在這個月把這個系統上限 那金流的部分現在跟法務那邊也在談 有興趣有興趣的嗎 OK OK 以目前來說 如果如果說現在在社群現場 要做人的做人的捐款是 好像是漢種沒有種機名嗎 那有一個有一個有兩種 第一種做法 第一種是我們在一次線上捐款 線上捐款 線上捐款我覺得可以做的機名是 另外另外一個方便是 我們可以用配方ID token 來做捐款的時候的機名 就是配方ID token 來做捐款的時候的機名 但是 嗯 這個箱子實際上還蠻便宜的 這樣的箱子大概 你花幾百塊就可以有一個箱子 那後面是可以跟Raspberry Pi 穿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 後面就是做一個計畫 就是後面直接接Raspberry Pi 然後做到線上捐款 就是捐款會即時反應 那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想說是OK 能不能收到鈔票 但是鈔票這邊就有個問題 因為鈔票的這個box很貴 像我這個零錢的我可能幾百塊 但是鈔票的基本上都是萬起跳 所以鈔票可能會這樣換 這個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是新投資源 那大家想問問什麼 沒有 這只是個範例 因為 目前 我說幾百塊的 是可以支援到 那個什麼 50元硬幣 反正就是多種的 這個硬幣它最高的分數就是 那 可能這款分數 就會變成去硬幣 那 你現在這邊來看起來的話 目前會覺得大家都是會 一百塊 嗯 或者是 七八十 一百塊 或者是一百塊 嗯 如果有這個 就會變成限制 那一百塊 以目前來說的話 因為之前就想的是要改造那個捐款項 那那個時候想到的做法 事實上是 那個 頭 就是不是放這樣子的box 因為這樣的box 是為了計算 那如果在那個時候做法的話 實際上就是 單純就是開一條那個縫 就一樣投進去 那投進去的話 事實上 後面我可以有那個紅外線sensor 但是我就不算詳細金額 詳細金額可能是 每次統計的時候才加上去 現在就是先看玩玩看這玩意兒 那或者說實際上有這玩意兒 那就變成是 頭零錢會實際計算 然後 但是頭紙槽不會計算 這樣也是一種做法 就是很貴 上萬 對 有機會的話 我們會歡迎來那個什麼參加 因為我們現在的那個 Programming的人力有點不夠 對 好 感謝Eason 幫Eason 分享那個 封條選條 對 那 煙營 你也不知道在嗎 對啊 好 最後一場 今天 今天在那裡頭就是滿場的 喔對了都忘了自我介紹 我是做那個security的Eason 那 也在TTOH 那個什麼 做講師 所以如果對治安有興趣的話 歡迎來 聊一聊